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纵然有人住在这样殊胜的念法堂 还是思烦恼 还是有意见 还是障碍自己修设的功夫 由此可知 经不可不读 佛不可不听 如果我们是不读音乐 不听讲经 退堕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 你会随胜烦恼稀奇 所以佛在经上讲 这日子很难过啊 你的心很劳苦啊 忧虑 牵挂的事情太多太多 你的心放不下啊 你所作所为 佛在经上讲 太危险了 危险在哪里呢 死了以后 散卧道去了 你说这个多可怕 佛眼睛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迷惑颠倒啊 以为自己所作的都是正确的 错了 只要这一句佛号念得好 念得确定否真 一世 身心 世界 一切方向 念佛不能往真 就是对这个世纪还有执着 还有留念 有一些执着留念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以为真的方向 其实并没有方向 这个就是所谓是很重的机器 要从什么地方去测验 面对境界 还会不会动心 从这个地方测验 没有境界限限 心很清净 真地深陷世界都放下了 遇到不如意别 人跟死 还会不会有不高兴 有这个情形 没有 所以从这个地方去测验 是不是真的方向 寸净的时候 还有留念 还送欢喜心 看到别人好 还有嫉妒心 只要有这些习气在 我往生就打了个问号 不太靠靠 如果平常测验的时候 心真心静 确实这个事情都与我不相干 它好也好 不好也好 与我不相干 这个心真心静 往生不足以化 足面不足以 无所谓 一点关系的 这个才是百分之百的靠得够 一定要就是用功 对于一切自理 一切现象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愚痴啊 清除个什么呢 不愚痴啊 佛菩萨在经教里头常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般若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这是智慧啊 这是智慧啊 这是照见啊 不愚智慧 照见 办不到怎么办呢 古大的脚 读经 停教 停教就是停强 读经 停教 开智慧 开什么智慧 把这些四性 宇宙人生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 你为什么放不下 为什么控制不住 是因为你不了解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真的明了了 你自然放下了 换句话说 化解还是困难 控制不难了 确确实实能控制了 遇到极卧烈点 逆境 卧远 不会发脾气 读会僧 诚会心 遇到圣经 趁心如意 没有贪念心 这个就是控制主了 天天听讲 天天读诵 还是放不下 这是什么原因 圣教熏陶的时间不够 我们的烦恼心情 就像一个木头 千百年来啊 都泡在水里头 是透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木头 从水里头捞出来 烧一把火 想把它点燃 摊火容易啊 火再强再蒙烈 到火灭了 它还如如不动 它是透了嘛 我们今天的状况啊 就像这个样子 那要怎么办呢 要有耐心 要有信心 肯定能够点燃 能够燃烧掉的 那用什么呢 烈火 放在炼钢炉子里面呢 就烧了 炼钢炉子的火不灭 昼夜不灭 长时间的 就燃烧了 真的 它的水分呢 被烤干了 这个木头燃烧起来了 不要着急 不要害怕 只要有信心 只要有耐心 加强讯息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我只天天读经 听经念福 反倒歇息 断不断 不要去理他 智慧开不开 也不要去理他 只要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啊 所谓是水到渠成的 自然成就啊 那么要多久世纪 不要去理会了 你心才纯净纯善 这是什么时候去如 那是你的善根佛斗 过去生中善根佛的不足 现在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把善根佛的加强 怎么加强法呢 每一天读诵 听经念福 这就是加强 受持读诵 可不能间断的 间断就难了 决定不间断 这个世界通通放下了 不但这个世界放下 六道放下 九法界放下了 决定不允 这个经济 专于极乐世界 你天天读经 天天天经 一行一役 专于极乐世界 这才叫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一千遍就是常识寻修 那就恭喜你 你到极乐世界 就做佛去了 你不能这么做 那是你的业障 无论什么 只要让你没有办法做到 统统是业障 业障现前 哪有不退市的道理 这个业退 机会就失掉了 下一次再遇到这个机会 不是何年何月 不知道到哪一节去了